其實你知道就是 像我們結婚久了對不對 你說那種像TERRY這樣子 直接就推倒 我跟你說 有對不對 他就推倒了 他心在心裡 不是 我覺得像我跟我先生 就是有的時候 我們結婚這麼久 我們有時候也會演演戲 其實每天在拍戲的人 還演演戲 我覺得就會 像我就說我是天蠍座 我會記仇 我老公有時候跟我說 幫我按摩一下 那我有時候也是 他看電視的時候 我就想到 他昨天凶我 那我們現在沒事的 我可能就會把腿 就跨在他腿上 我就說男姐腿痠 他幫我按一按之後 我可能就坐在他腿上 然後就這樣抓他 我說你敢凶男姐 男姐是混哪裡 你搞不清楚 我不清楚 真的不清楚 我想說就是男姐 男姐我不敢 我老公就會故意配合我 這樣演一下 很好玩耶 對啊 我們結婚三十年了 他還會這樣跟我玩 然後我有時候就跟他講說 你知道我是男姐喔 你誰 他說我小的 我是小的 我是小的 小什麼 他說 小老頭 他要逗我 好容易 知道就好 好Q喔 就是他會陪我玩這種東西 有戲 根本比較有戲路 腳步下眼很好 對啊 你知道結婚三十年 他當然也會有他的情緒 可是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我發洩了對不對 那他可能也是會 在藉這個時候 再把他生氣的原因跟我講 我就會說 那你不需要大聲啊 然後他就會一本正念說 大聲 只是生意大不代表我沒有禮貌 我一這樣就很沒有禮貌 難解怕怕 然後他叫我幫他按 所以你們的生活是有情緒的 就是很白癡的情緒 有時候幫他按我 沒有 也是很好玩啊 我老公超難玩的 你下次帶著他玩 沒有 有時候我就是 比如說他在那邊看電視 然後我在那邊看電視 然後我想說 都沒有互動 我就會這樣 寶寶 然後他就會幹嘛 我就這樣 你們覺得我很漂亮嗎 然後他就這樣 我要繼續看 零回應 零回應 然後我就說 你為什麼不回應我 對 他說你不是長這樣子嗎 然後我說長這樣子 可是還是要回應啊 他就是沒有啊 然後我就想說 回去看我的韓劇好了 會不會是你演不夠徹底 你就只演一半 你下次又演到底 等一下 我覺得應該是要做一些 因為他平常料想不到的事 停不下來 他才知道會一定要回回應 而且我還會嚇到 天啊 怎麼會這樣 對 然後是來一半 然後他前面 對 你這樣 一定要 一定要 再來拿出皮邊 我跟你講 真的要 皮邊 對 換換個網襪 我覺得那邊有皮邊耶 我有愛的小手 很棒 這要拿出來 我跟你講 用咬著 那你們有骰鐘嗎 骰鐘 有 來 那個開 我可能拿出骰鐘 我說寶寶 骰鐘 他就會這樣 來一盤 然後他其實對小朋友有興趣 好像感覺到家裡 應該也會跟老婆一起演吧 我不演 我在 胸部才知道退得好 沒有 因為我去年跟老婆 發生一個很大的震動 他離家出走一個半月 這麼久 其實也沒有為了什麼事情 就是為了雞毛蒜皮 小孩子教育的事情 那小孩子爬櫃子 我是租房子 我也不想要在牆壁上打洞 所以我怕他爬櫃子 櫃子會倒下來 那我的教育也遺傳了我爸爸 我爸是軍人教育 所以是用打罵 可是我不打女兒啦 就是用罵聲音比較大聲 我說你在幹什麼 罵女兒 比較兇啦 我想藉由這個樣的刺激 讓他知道說 這個是不對的 那我老婆就會過來 因為她很酷的女兒 她是過於溺愛 寵愛那種 她說你能不能不要 對小孩這麼大聲 之前有一次 我在生氣的當下 我並沒有當著女兒 罵三字經 我可能是兇完她之後 我就到客廳 我可能就說 譬如說是 可能是類似這樣子 我老婆覺得說 我這樣子很沒有水準 你不能因為她聽不懂 你罵這種比較低層次的話 後來那次 其實第二次我還沒有罵 她就說 妳不要 她說妳就說 妳不要用髒話 我說我罵了嗎 我還沒有講 如果今天我講了 妳可以這樣罵我 我還沒有講 妳為什麼要講這個東西 是妳嘴型已經出來了嗎 沒有 就是我只是比較兇 然後而且我老婆好奇怪 其實我下午五點鐘要錄 她早上問我說 妳今天要錄什麼 我今天要錄小姐不激烈 五點 她說五點 她可以在三十分鐘之內 她又再問妳是 妳今天要錄什麼節目 她這個都記不起來 她完全記不住 那是不是白醫生啊 她可以記三年前 四年前 以前我的錯 但是上來年紀的人都是這樣 她才四十一歲 差不多 都是這樣子 然後反正我就 我就後來我可能在講 我覺得我剛剛覺得吵架 當下妳不要做反應 我就罵了 我就說 我用很強硬的方式說 我受了 對 就是愛吵架的人 就是為了一個 教育小孩的事情 後來她那一天 我第二天我去錄影 錄完影回到家 小孩子跟她都不在了 她就留了 她就留一個指標說 我帶她去芙蓉玩 她玩了 她從宜蘭玩到花蓮 再玩到台東 再回到台北 再從台北直接回高雄 她就是不跟你聯絡 她叫我去看身心科 她說我不知道妳查好了哪一家 就在辛亥路上面 去看身心科 妳看完之後跟我講 我再考慮我們要不要附和 在辛亥路上面 辛亥路上面就我們在那邊 可能約翔翔一起去 妳的地址還在嗎 我都會 所以從那次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也告訴我老婆說 我以後不會再這樣子 你最近還有在跟她大聲過嗎 沒有 我以前 到什麼程度 她拿個藥瓶 維大命系的藥瓶 拿不好 摔破了 我第一件我就說 你怎麼搞的 所以我就說你是累犯 你就是長期一直在虐待你老婆 但是我現在就不會這樣 我現在小孩子打翻東西 我就說闖禍了 來 都不要動 我來清 這樣可以 對 我也在改 因為S 我活到五十幾歲了 你要把我之前這些個性 一下子 我四十七歲才結婚 你要一下子轉成這樣 很難 那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為了他我就去看神經醫科 我說醫生我有病 他說你什麼病 你真的去看 我真的看 他說我要做到我的誠信 我就去看 因為就離我們家很近 我就去看 他說你怎麼了 我說 你怎麼不約搶牆啊 不是 可是我覺得馬哥 可以保留一點自己的個性 覺得你剛剛有生氣的時候 有時候會想 會有幸運的 我覺得我很甘願 對 你要什麼幸運 我就說那樣子 其實不是 我對他 我就說其實有時候 男生在那種很兇的狀態下 或者是很MAN的狀態下 其實有時候會覺得 好像是滿自然的 你是喜歡這種 我臉不是一個很毛病的 你的家法是對 但是這個臉不適用 就是臉不行 你如果說他真的愛你的話 當然適用 沒有 可是我我就去看 我說醫生我有病 他說什麼 我說我老婆說我有躁鬱症 我說你趕快開藥給我 他說不是你說有就有 這要評估 對啊 我就說沒關係 我現在要趕快拍照 就是你開個藥 隨便藥給我 然後我就 你要交代 我就不要交代 是說真的喔 我有照片喔 就是 後來在診所照片拍 然後拿了藥拍 他認為我把你的話 你聽進去 對 其實馬哥這是很愛妻的行為 我很愛他 所以我再也不要再跟他摩擦 因為我剛剛講那句話是一樣的 就是 再大的事情大不過生死 你贏了又怎麼樣 剛剛你說冷戰 我老婆冷戰是戴口罩 在家裡戴口罩 然後這樣子 你有沒有表情的意思 好像在手鈴啊 所以他贏 所以他贏 家裡出事情了 手鈴 我說老婆 他有HOP喔 就是要冷戰 然後繼續拿口罩 然後戴好 然後就坐在那邊是不是 然後可是我說真的 我還是會煮飯 因為家裡都是我在買菜煮飯 我就是還是煮 可是他吃的嗎 他叫外賣 我就是不吃 他口罩會拿下來吃 然後再戴上去 對 他就吃 然後就戴著 然後就是這樣子 我們家又小 以前我們在一起之後 租小套房 整個房間才六坪 就是五六坪 你要怎麼躲 你要經過有時候 如果真正撒下 就是故意好像就是側身過 他是我要過 他就直接就是 完全不想碰到你 他冷戰得很徹底耶 對 所以我沒有辦法 其實我也不喜歡冷戰 所以我覺得冷戰 那個時候冷戰是最討厭 吵架還有來有往 是 你也討厭冷戰 我不喜歡冷戰 所以冷戰好殘忍 好傷喔 而且他的姊妹濤 他的家庭的資源 後輩後援都在高雄 他在台北 他沒有什麼好的朋友 沒有太多的朋友 所以他很可憐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想一想 我還有一些好朋友 那我就覺得 你就只有兩個啊 不是小鐘跟那個 潘露敏嗎 他一直給我去騎車 對啊 然後我就覺得我就說 對 既然我那麼愛他 那就不要讓他去壓 收到這個 所以我不是每件事 可是如果說情侶之天的爭吵 跟譬如說今天是打牌 你算錯台或怎麼樣 我們距離地在說 不對啊 你這個本來就幾台 還有槓 還有加花什麼...的 這個我會可能去爭 可是跟情人 跟家人 我過年也跟我爸吵架 為了一個小事情 就教育的 也是教育的事情 我跟我爸吵到 我爸爸他已經快八十歲了 我媽媽就在那邊叫說 你們不要這樣子過年 我就想到我跟我老婆 去年那個吵架 我就停 我就說 老爸 不要餵這個射手 我就過去親他一下 你就跟他舌吻嗎 然後我爸馬上 你如果跟他舌吻 他一定更氣 你搞什麼東西 搞什麼東西 你去快塞 然後 老七十幾歲的人 快八十歲的人 就跟小孩子一樣 一親就好了 不要哄兩下 哄一下 然後他這樣 來 好可愛 就好了 有沒有臉紅 我爸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因為我每天陪他喝高粱酒 他就很開心 可是你為了一個小事 突然間爆發 其實沒有必要這個樣子 因為很多人說 這個人吃軟不吃硬 我覺得世界上 沒有吃硬的人 誰會吃硬啊 有的人就喜歡 可能 強可能 強可能是吃硬 但是我跟你講 我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覺得我家人 很多人吃硬的 因為我想到我家人的事情 也是這樣 我妹妹是很機車的一個人 然後動不動就是要 你沒事沒事找我麻煩 我年紀輕的時候 就是那個照片 很容易被別人倒圖 因為照很多人 那種倒圖人 都會把你照片 放在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圓膠 圓膠的那個板面上 因為我爸爸 會把我們兩個比較 他常常就覺得 一個家裡面 如果我出了什麼事的話 爸爸的重心 不會在他身上 那他就會看到 好 姐姐圓膠... 他也不會去查證 那是什麼 然後一次才三千塊 然後他是怎樣 他是放話 不然應該要多少錢 我二十歲 是那個樣子的 一次才三千塊 你覺得我會幹圓膠嗎 還不是這樣拿大腦想一下 所以如果是一次一萬五的話 你會不會就算了 也太少啊 也太少 我行情耶 拜託 什麼東西啊 然後還可以幫那個 還可以幫那種 就很爛的圓膠 你到底在棄哪一個啦 是棄架起來 放輕鬆 棄我妹妹 然後他把那個圓膠 譬如說他 他不是先來跟我說這件事 然後我妹妹 反而是在我們家車行 大肆宣傳 還傳導我爸爸那個說 姐姐在做圓膠 好 跟我們家的員工 我說店長都講完了 然後說他要為了 糾正我的這個不良行為 要去把我桌肩 還跟著我們家店長說 約了這個圓膠妹 約在那個大人生理公園 把我們家車行旁邊的 一間那個飯店 然後帶我們家店長說 來 去抓肩了 然後我說好 要去抓肩 他跟我妹妹 帶著我們家店長一起去 到那邊三點鐘的時候 要上去了 就發現他打電話回來 問我爸 問我媽說 他都全部都宣傳過了 問我爸說 姐姐有在家嗎 還想看好戲 看我是不是在那邊 然後結果呢 然後呢 然後我 因為價錢太低 你們也要去 我根本就沒 我根本就沒 然後剛錢貼錯了 妳爸爸名牌就講說 快遲到我 然後我放在那邊 拿銅膠板上面 我好像姐姐怎麼那麼差 然後他就打 打電話 然後我媽就說 他還在家 還在房間 然後妹字討我沒去 回來之後呢 但是我爸還是 他就是也跟妳一樣 我爸爸是軍人 覺得這個很相信 他就算不信 可是他就是 我有冒險被你們洗腦過 就全部都宣傳過了 可能宣傳一個禮拜了 我不知道 還密謀做這件事 是有套過 有安排過計畫的 都瞞著妳 對 都瞞著我 全家都瞞著我 好 看我好戲 我給妳惹一肚鴨的火 他就這樣 我爸那個之後 後來回來罵 就是看著我不順眼 然後我妹妹也回來了 然後不順眼說 坐元嬌 可以講這些照片 潘富山不是坐元嬌 這個丟臉丟臉丟死人 沒有錢這樣 我說我坐元嬌 好 然後我就 然後我爸拿那樣給我看 坐元嬌 我說那不是我 我說那個事情就倒圖 不是我 然後爸爸在那邊 罵得很難聽 然後妹妹在旁邊這樣 但明明就已經證明不是我了 你爸不相信不是你這件事 對 他還就是為了罵我罵 因為小小孩那種年紀比較大 他們就嘴巴硬 他不會認錯 然後他們全部出去之後 兩個就是 勾肩搭背 我爸跟我妹 勾肩搭背 講我壞話出去 我跟你講 我過了十分鐘 我知道他們在 加我們家那個建國店 車行你知道嗎 很大條 在那個馬路旁邊 腳要這樣 妳也有這樣 對啊 妳也有這樣 我剛剛要這樣 穿過住家 我的客氣是 你真的很累 我的客氣能不放我 我不犯人 但如果今天踩到我的線 我不好意思 我會讓你丟臉 我絕對會讓你丟臉 你不要覺得我是好惹的 我就走 我秀阿車過去 然後我們家那邊車 很多人在看 看到很多客人在看車 很好 我就去CVN 拿一根冰棒 這麼啃著就過去 然後抓著我 我什麼都不怕 我一個人來 我那個冰棒 看來我跟我妹 我爸跟我妹 說要做顏家 然後我冰棒 往車上砸 砸他們兩個頭 我跟我妹 對 我妹跟我爸 兩個頭 兩個頭 然後都平棒 然後都平棒 妳一支可以打到兩個人講 因為我往超色 往超色 他要往拍 對啊 是雪糕嗎 就是大乒乓 雪糕 大乒乓那種 然後 打下去 然後做顏家 不敢講話 站在旁邊 然後客人就這樣 客人好滅人 嚇到 然後搭兩間店 然後 說他就往外看 我說 站著 說做顏家 假設我還騎著 說做顏家 好丟臉 我今天有做顏家嗎 他要跟他講清楚 倒好欺負 然後我妹妹就 我爸說 整個頭胖都是冰棒 跟姐姐 跟姐姐道歉 有客人 有客人 我叫他 我怎麼做顏家 這樣見過來 我怎麼做顏家 我爸就 我爸妹妹頭上的都冰棒 趕快道歉 我妹妹就說 趕快跟妹妹道歉 然後我跟她說 叫妳姐姐道歉 然後我妹妹頭上的冰棒 然後 對不起 對不起 然後 好 那道歉爸爸 拜託你 拜託你客人在 趕快把你的腳踏車推走 我 我跟你講 吃硬紅 就是要這樣 因為你跟他說 軟的沒有用 我沒有做顏家 他沒有做顏家 他就覺得你好像 分得熏鬚了 我都忘記在聊 吃硬的故事 為什麼 我每次在你們看到 我那個罵狗狗的那影片 我知道我們家的社區 我為什麼會常常大聲尖叫 因為我是不犯人的 可是你們先有拿犯 我告訴你 我覺得這樣 幹什麼 請問一下那個 我們的諮商師 對 佩穎老師 你覺得想要給他名片 你覺得強強有問題嗎 我覺得其實應該是說 強強的情緒很容易被觸發 所以你會發現他就是 如果遇到一些事情 然後他的反擊的力道 是非常非常大的 然後他的反擊力道 很大的情況下 其實就會惹火更多人 所以其實我們說 淵淵相報何時了 其實是因為你的 那個情緒觸發之後 你引動的大家 其他人對你的火爆 也會更強 他們跟我道歉 你要重新去想 你的那個家庭這樣子的互動 是為什麼你的妹妹 會想要這樣子對待你 就是從這個地方 你也要重新去思考是 為什麼你好像 常常覺得身旁的人 都會就是來侵犯你 或來傷害你 因為我太沒有原則 我是不是太人人好 常常就得寸進詞 我真的就發現人不掉 你又人人好嗎 我跟你講 因為我... 因為我這個人 真的常常是太沒有原則 或是我怎樣都好 我感覺你的原則很多 我不會... 因為你... 讓我覺得不舒服一次 我不會說 我就沒差啦 不計較 自己人沒關係啦 就算跟朋友出去好了 我平常都我出錢 出酒之後 他們就覺得是應該 但我覺得沒差 小錢而已 後來就會得寸進 你到你更大的東西 到爆發那一刻 絕對是最嚴重的時候 那我就是 欲食禁粉 來 跟你... 頂鍋機 我就是這樣的 老師有遇過這種案例嗎 對... 其實是有很激動的 對 但是其實我覺得 像搶搶的狀態 我剛剛說 一部分是他很容易被激發 那另外一部分是 常常體內的那個憤怒 其實是很多的 好 可是這個體內的憤怒 我說體內的憤怒 就是他很容易就爆氣 然後或者是很容易就是 他連講一個很無人的故事 都很激動 對... 他人生的劇本 某種程度是這樣子設定的 你知道有些人就很需要那種 就是很澎湃 很狀態的那種就是劇碼 可是這樣很狀態的劇碼 你看他什麼情況下 會不會安撫下來 其實就是怒情性 對 你看怒情性 我覺得對他來說很有趣 因為怒情性這個動作呢 是他有火爆 跟他有攻擊 然後又很快感受到愛 所以他必須要有攻擊 跟愛的東西混合在一起 他才會覺得稍微 那個人量又被釋放掉 我是跟你說 我覺得是要轟轟烈的愛情 對 人量被釋放掉 那如果那個時候在車行的話 要怎麼 我不要跟我家人 我跟你講家人 我就是要這樣解決完 我沒有這樣 妳跟妳家人 妳要怎麼怕 對 車行的員工 對 人家才會 他們一下子站在旁邊 我跟你講 嚇了 站在發抖的 我都覺得沒有用 我不喜歡這種男人 我喜歡更兇猛 比我兇的 就是那種感覺 對 而且他要必動他的 對 對對對